2021 台灣戲曲藝術節重申代集結雙年份精彩節目 包括春美歌劇團與金之演設的雨中戲台 今年將重磅回歸 還有明華園戲劇總團將推出旗艦製作 海賊之王 鄭之龍傳奇 以及國光劇團闊別12年的問情之作 胡仙等 多達20檔精彩節目 要讓觀眾加倍過癮 雖然是過去製作的這個胡仙故事 但這一次呢 國光我們特別用科技 影像跟金句 結合的這個胡仙特別的一個故事的表現手法 包括人與胡 然後跨時間 跨世代 那麼甚至談的是 甚至有跨性別的 種種不同的情愛的表現手法 非常的奇幻 可是也非常能夠展現傳統戲曲 詩意的這種呈現的方式 為什麼今天我出現 因為我飾演的是鼎鼎有名的國姓爺 鄭成功 大家不太熟悉的爸爸 鄭之龍 那鄭之龍呢 其實呢 我看了這個戲 我才非常的感動 原來他是第一個 讓世界看見台灣的人 所以他從海賊到歸順的朝廷 整個一生傳奇精彩 所以故事非常的棒 除了史無前例推出雙旗艦製作 節目更涵蓋了經典看家戲與創新跨界之作 包括歌仔戲 布袋戲 客家戲 還有金劇 玉劇 昆劇等 要在周延的防疫措施下 帶給觀眾空前的戲曲饗宴 我想目前我們所有的演出的防疫工作 都是按照疫情指揮中心 還有文化部的因應原則 做滾動式的調整 檢討 那也一樣 就是要戴口罩 要實名制 還要量體溫 那目前是都是 並沒有採用梅花座 而是全部 只要按照這個防疫措施 我們還是用全所有的座位 都是售票的這種情況 2020-2021 台灣戲曲藝術節 從1月到7月 多達20檔精彩節目 要在2021年宣告 浴火重生 華麗 轉身回歸 記者 李錫慧 台北報導